又有个不同 我看到一个尼交警在台湾那边 另外一个出独色事件 看到这个尼交警就要违章一下子 我看到这个视频 看到这个视频 这里还是有一点 首先 好像很多国家都有规定 围上多少次以后 就可以吊子要制造 围上多少次以后 吊子要制造 它为什么不断违章 夹着玫瑰的吊子 呢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所以虽然是写球片 也不能拍成这个样子 也不能拍成这个样子 虽然写球片也不能拍成这个样子 它有这个本钱器来叫罚款嘛 那么多的罚款 不断叫博大学 有这个本钱器来叫这个罚款嘛 这是第二个疑点 第二个疑点 第三个疑点 这部电影有教育意义吗 一般来说都是有的教育意义 一个这部时期 看到漂亮的理解 就不断地夹章 违章 不断地故意违章 而且我看那个 画面上看 他们违章的跑道 压到其他现场 确实是很危险的行动 影响其他测道的内容 即使有这样的事情 我估计也是有点夸张的 有点夸张的 反正就是 这个消息就传过来 有这几个意见 传统 就是看了 是这么一个视频 可以想起来 我应该把这个手机拿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 哦 长得太贵了 长得太贵了 哦 这个你教育很帅 哦 然后呢 那这个难处处的事情 就看上 看上了这个 不断地去违章 不断地去交罚款 哦 平静的心 拒绝在一流浪潮 沾了千尺的情思 也断不了 白转牵着它将我围绕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她的地方 就这个啊 不能放的太多啊 出现其他的镜头 因为放的太多以后会 变得侵犯版权了以后 我这个就是 没办法过出来了啊 所以说我只能就稍微 稍微给人家看一点点啊 所以有这么一个疑问啊 他们也说是前世的 难道是前世的姻缘呢 也许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可能呢 这个电影当中有点夸大了 那个手一声还主动要花款 有那么多钱交的啊 好就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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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这样 谢谢大家